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对后来的比赛进程起了重大的影响 这盘棋的开始的布局呢 经过了在左上角一个新型出现之后呢 就把战斗的逐渐一下棋盘的下半部分引发了 那么现在进入我胜部的关键时刻 白棋刚刚把这个的调进来 以下呢我就跟刘虹把这盘棋的中盘的一些基站 一些得失啊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跟大家一起检讨一下了 这盘棋在这个地方 又在中央的天元附近是胜负的关键 现在我们大致看一看形势吧 白棋呢上边拥有相当的实力 并且咱们吃了五个黑棋 中间有一些浅密 下面呢还有一些空 那么黑棋呢 这边呢 白棋这块棋没有活干地 如果中央黑棋走得比较厚实的话 这块棋就要死掉 另外呢黑棋在这儿有一些空 这儿有一些 更重要的是呢 由于这块不活呢 这个脚上白棋也进不来了 所以呢 从形式上来看一看 现在形式差不多 互相差不多 现在黑棋 唯控 如果不唯控为白棋再走一个的话 这还有个极端 很难受 而且这个 由于财犯有本之后 这个棋就管 我害怕了 所以最下唯控 白棋这时候下了一股 松懈的棋 白棋朝这个地方过来 我认为他 无论是要走这个 如果走这个 这形式很难说 无论是要走这个 结果白棋是走这个 这些贴过来 这一贴之后呢 这边空就全部完整了 白棋翻 为了让刘耀光 可能特别看重 这个莲斑 特别看重这个莲斑 因为这莲斑好像 黑棋似乎很难受 如果这样吃掉 那么它可以打吃 就打进来 反正它也可以通莲斑 所以这个吃掉 是不能考虑的 而黑棋呢 也采取一个气质针 打在这儿 打在这儿之后呢 为什么它要断哪一个呢 它断哪一个再断起来呢 以后让白棋打这个的 就变成 这个的就比较轻了 因为它就把它断了 白棋必须防折黑棋 争较 一部分两人用强作战 用强作战 这下棋就要辅了 骗了 好 这个时候进入了中盘的 最圣诸处 最关键的时候 黑棋应该长 那么长了这个之后呢 白棋呢 必须硬 非硬的话 黑棋冲 想吃 再吃 争掉 假如双硬的话 假如双硬的话 黑棋 就这么硬下来 攻击这个白棋 所以白棋大概基本上死掉了 基本上是死掉了 不容易做活了 如果贴上来 那么黑棋利用 一级紧弃工厂 那更把这块吃掉了 那么我们 大致看了一个形式 就是这块白棋现在 如果能活的话 好像白棋也要输 这块现在已经那块棋 基本上死掉了 嗯 白棋先看看 黑棋的空 但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三九二十七 算它立马的 二十八 三十八四十四十六 四七四八四九 五十五一五二五三 五四五十五六五十五八 五九六十 这块没有六十么 这块十么以上七十多米 这块十么八十多米 那么就是它后手活掉 可以接有八十多米 那么 白棋呢 这块万一六十七 白棋Hmm 黑棋 白棋 黑棋 channels 黑棋 ~! 黑棋 黑棋 白棋 白棋 黔棋 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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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白棋 我 esper 四十五五十三 六十五十四十四七五十五十二十八十八十米 问题呢 黑棋呢 这个地方还没进呢 这样还没进呢 但它不一定都是空 而且黑棋这个地方 算十目级呢 非常 接手于接紧的话 就接近二十目 所以呢 这样下呢 是黑棋很明显的优势 应该说是 基本上就下完了 所以活起来很不安 不安一点 不知道怎么活呢还 那么 当时呢 我就是一步 觉得这个优势很大 就是把它前后刺激走错了 这个竟然 从去年93年开始 我经常出现过这个 比如ABC吧 应该先走A 再人家用了B 我再走C 那么现在 会发生 AB没有交换的时候 就走C了 现在是典型的 应该先走A 白棋走B 黑棋立那个C 那么现在呢 已经先走这个C 这个情况就完全发生变化了 白棋不硬了 从这地方打虎一个 如果黑棋印一个 那白棋十多目 它大多了 我把它藏着上可以进来 但是它这个 虎一下 我这个印一个 它再压还是先走 这个地方差远了 所以这时候 黑棋不硬了 把这个吃掉了 吃掉了呢 白棋吃了 黑棋一盏 白棋从这 送你一只 双吃就 假如黑棋 白棋走这个的话 黑棋就开与了 所以下来 白棋提 黑棋不断打虎 黑棋单强 那 白棋输着 这都成凤 这块河 白棋 白棋有一个好棋 它单吃这个 嘴能打它 嘴能打它 让它提 你只要打它 然后它叫吃 你看那样子像打结 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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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 给搂走了 给搂走了 那我一共吃它这么一点点 把这个大控被它破掉 本身是则无常识 而且中央的情况 厚薄的差多了 这个左右差多了 这还出了毛米 那么来 这时候不能走那个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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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腻下来 它再吃 这些还只好长 然后 打这个 很腥 只好长 没有 这个呢 没有 这个咋是 不要放这 越战越勇 趁着我这个 发迷路的时候 我现在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进来了 是吧 如果 提这个 它就实战 咋吃 这有吃错 那么 你看到 这毛鼓一个 我这个 还是应该这样走一个 这样走一个 还接上 可以接上 这个 形式还是不利 但是这样的机会还多一些 现在呢 断定 它摆着 长 吃 变 嗯 嗯 再顶一个 也像啊 断这个 很漂亮 那 脚上有主标 它接住 然后 然后 它再 你看啊 刚才我们这块黑旗 不吃它 就有六十目 现在 还剩下 这两个 四十目 五十六目 这它的脚上的十多目 就是 已经 存掉 这个 呃 由于这个 它已经破掉黑旗的四十目 而自个又多长了多少呢 反正这地方是 嗯 它立 这两目是有的 现在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六二十吧 它多了二十目 我少了四十目 差六十目 这块旗怎么都没有六十目 而且中间也差了 嗯 中间也差了 嗯 经过这个 一 一段圈的 转换 黑旗这个 呃 损失了 最多损失四十目 让人家成了二十目 一丢掉六十目 吃掉这个大概是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一八九十五十五 十一三十五 嗯 不到二十个转嘛 大概是 将近四十目 损了二十个转 嗯 这个地方损失 呃 这么多的话 在高水平的 比赛里头 损失这么多 恐怕已经很难挽回了 后来这盘棋呢 我是以这个 嗯 嗯 一六四成之一 嗯 数别了这个谁啊 刘晓光 嗯 嗯 虽然这个时候 形势不太好 但是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那斗志也不好了 因为 刚刚 中央签长安局 有极大的优势的时候 这个ABC的次序 嗯 没有走好 嗯 嗯 成为现在呢 变成了 形势反而稍稍落后的局面 嗯 嗯 所以自己的这个斗志也受到了很大的 嗯 打击吧 结果在第四盘当中呢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局啊 比这个 刚才那个优势要大得多 又 好局 那个可以说是 痛失 痛失 对 好局痛失 这个最后 嗯 一比三呢 输给了李小光 那么呢 天元的冠军呢 本来我是 嗯 头一年是赢李小光 三比零 后来又赢马亚车三比一呢 就连续好几年的天元冠军呢 这个李小光从我手里这么的也抠走了 嗯 这 这环节过了一年多嘛 嗯 现在看起来呢 我还对这一代 这个 为什么没先走A 他找到B 我再走C呢 耿耿于怀吧 嗯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要痛杀这个李小光 不能再跟他这个 给他这样的机会 嗯 这盘棋呢 从那个内容上来说呢 嗯 有趣的地方 嗯 就是在中 中央这个 接触 如果白棋当初 有个在这儿说黑棋 呃 黑棋是 索罪了 白棋不索罪了 贴在这儿的话 那就形势很难说 嗯 现在这黑棋这么一天 打一搬上来 在宫内的 那 呃 白棋就不行了 而 而 刚才那样下呢 你贴这个 黑棋搬 白棋拐 黑棋退 白棋在搬 黑棋退 这样的形式 应该讲很难说的 嗯 嗯 而 就差这么一步 你看这个比赛中就是这样 如果队伍的黑棋走 白棋就完蛋了 没提下 那对白棋走 马上就黑棋完蛋了 说明我们这个高手队一步不能错 错了一步之后 就是典型的这个 以师父成天主恨啊 这个 不能这个出现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误差 嗯 嗯 这番地方对我教训很深奥 嗯 嗯 这个 这个 惨状 这个大控 这么 刚才那么大的大控 成为这种 成为这种 换成面部了吧 嗯 嗯 确实是 比我这个打击很大的 嗯 嗯 这盘棋呢 我跟大家 嗯 要说的就是 这个中间呢 这个 有时候 提的子 比一块棋还大 实际上当初 他点 我立下来 他断车 我跳 他提 我把那谷阅的话 好像黑棋也不错 但是呢 嗯 实际上这个效果 这个威力啊 绝不亚裕的一块棋 可能黑棋还只能那样 那个叫 完炕 嗯 嗯 实际上这个效果 实在是 差不忍睹 被 滚成一幕没有的 那个 最后还把这两个人提醒 好 这盘棋呢 是教训深刻的一盘 我也希望观众呢 通过这个 看完这盘中呢 对自己的那个 情意有所提高 也能跟我一样 共同的接受 黑棋的这盘棋的 教训 好 这盘棋就介绍到这里 这盘棋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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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